考生性命 你认为个人主业的意义是 A.可以更好地展现自己 B.是与他人沟通的桥梁 C.终于有自己的朋友圈了 BBC全选吧 希望关注你个人主业的朋友们如何与你沟通互动 A.跟你说说心里话 B.分享他们的生活 C.互相鼓励一同成长 D.互相鼓励一同成长 D.其他 D.你就可以跟我说说心里话 D.可以互相鼓励一同成长 D.他们可以弄一些梗出来让我学学 D.或者说 D.我也弄一些梗让他们学学 D.大家都变成有趣的人 D.D.一起有趣 D.你希望在自己的个人主业中更多的分享什么内容 D.发发自己的帅照 D.分享生活中大小事 D.说说自己的心里话 D.可以发发自己帅照 D.分享生活中 D.这个肯定要有 D.说说自己的心里话 D.也是可以 D.那小伙一般你自己来说花擅长自拍吗 D.那必须的 D.那我们期待以后 D.我觉得可以分享一下自己在 D.在练习室里的一些每天的成果 D.这个可以有吗 D.好的 D.也不知道关注我的朋友们呢 D.是因为什么关注上我的 D.你觉得你是有什么比较吸引人的地方吗 D.可能就比较平时比较幽默 D.我玩的梗比较多 D.所以可能有人因为我有趣 D.当然长得也不丑 D.肯定也有因为颜值过来的 D.那我就说的简明 D.想花个皇冠 D.那就花个狮子躺在这里 D.要点闪闪发亮的感觉 D.醒醒最好不够 D.别人一看就知道这人 D.威武霸气 D.威不威武霸气 D.把牌匾装饰一下 D.那就把它弄成对联的形式 D.要有想法 D.真的就对了 D.也小小的装饰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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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左连说话不用想太多 D.右连我吃饭吃得多很多 D.横批钢铁直男 D.其次呢也是送给大家一个建议吧 D.做人记得要开心 D.拜拜 D.写个啥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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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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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还可以 D.丰富 D.丰富啥呢 D.丰富 D.自己的生活圈 D.希望关注你个人主义的朋友 D.如何与你交通 D.什么沟通互动 D.嗯 D.说说心里话 D.啊 D.C吧 D.然后 D.分享什么内容 D.就 D.自己生活中的大小事啊 D.还有就是 D.平时干些什么呀 D.就什么 D.逛逛街呀 D.喝喝奶茶呀 D.出去玩什么的 D.喝奶茶 D.算了 D.不喝了 D.我已经够胖了 D.回答题 D.就 D.嗯 D.因为有 D.很多朋友 D.已经关注我很久了 D.就希望 D.还能 D.还能像 D.之前一样 D.就是 D.互相鼓励 D.互相帮助 D.就是 D.一同 D.走向自己 D.未来的路 D.一同走向自己 D.画画了 D.有尺子没有 D.强迫症 D.T.F家族的标还有 D.就没啥了其实 D.那个符号还有 D.有了 D.那就画了 D.有尺子没有 D.一二三 satu D.一二三 D. spare 诶,是歪了 吃歪了很难受耶 哪里吃歪了 这儿 这儿 没有啊 我不这么想的 其实原本就是 因为很多那个 画嘛就属于墨画 就是一些就是 天空就有很多不种颜色的蓝色 但是这个画不出来 就画出很轻松的感觉 然后就是 这个家族的logo嘛 然后这两个表情是我平时 无奈的时候爱发的两个表情 嗯 然后这个是 对这是我 对 对 还有小饼干 也还行 就是画歪了 拜拜 拜拜 想见你的倒计时第一学期 先写个名字 选择题 选择题 你认为个人主页的意义是 A更可以更好地展现自己 为你是他人沟通的行李 最终于有自己的朋友圈了 这是多选题吗 嗯 没有限制 我都可以选 哦 第三个 你希望在自己的个人主页中更多分享的内容 你发发自己的帅长 你发分享生活中的大小事 哎呀肯定选A啦 发发自己的帅长啊 选C啦 那我递再选一个分享有趣的事 反正所有有趣的事都可以 小嘴即将关注你个人主页的所有朋友说 啊肯定第一个 不要笑 我 笑我啥 笑我的 这个 啥来着 啥来着 写好了第一个 来图一下啊 不要笑我的个人主页的图片 我又发一些很搞笑的图片 第二个就是 多来看看我的帅照 那个帅上面有 双引号 对不起 就是不完全的帅气 差不多吧 还会有每一种类型呢 可以给大家先预告一下 沙雕 我要画我的艺术画 艺术画 先来打个草稿 艺术画这边就是 非常的凌乱 但是又非常的优美 但是又非常的好看 就比如说 把这所有的颜色 涂在这张纸上 这就叫艺术画 这就是传说中的极性发挥 这就是传说中的极性发挥 这个是青蛙 这个是海绵宝宝 这个有两个字 下面这个就是极性发挥 然后就是两个耳朵 你耳朵是什么的耳朵 兔子耳朵 你是一只兔子吗 不知道 就是你戴着包耳朵 穿着大裤裳 然后再看海绵宝宝是吗 哈哈哈 差不多了 拜拜 你认为个人主业的意义 A可以更好地展现自己 B是与他人沟通的桥梁 C终于有自己的朋友圈 D其他 嗯 我觉得第一题吧 我应该选的是A和B 对 然后第二题 希望关注你个人主业的朋友们 如何和你一起沟通互动 A跟你说说心里话 分享他们的生活 互相鼓励 C互相鼓励一同成长 D其他 嗯 第二题我选的是A和C 嗯 然后第三题 你希望在自己的个人主业中 更多的分享什么内容 A发发自己的帅照 B分享生活中的大小事 C说说自己的心里话 D其他 嗯 想想 首先 A肯定要有 对 我个人感觉还好吧 就自拍呀 就看自己帅不帅 被觉得帅吧 还好吧 也不是很丑 然后B吧 分享生活中的事情 幽默搞笑的 然后可能有时候会分享一些 我觉得 就是很有意义的事情 对 然后D 我还选了个D D就是 我记得我以前说过要看那个电影嘛 观后感 有好像是十部对吧 对十部 十五岁之前 哇 现在是五月份了 十一月 不久了 十部 我觉得我应该可以做到 想对 即将关注你个人主业的所有朋友们说 我写的就是 哎哟 不错哟 就这样 就还不知道画什么 那比如说你觉得有什么样的一个元素 或者是什么样的一个贵 或者是什么样的一个符号 就是比较不够代表你的意思 感叹号吧 就这些脸上的这些东西都是 就这周围 然后已经这个 都是用那个感叹号画的 然后加一个鼻子和嘴巴 就是一张脸 然后两个耳朵 然后就一些 这个好像就是那种鸟之类的吧 对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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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什么特别的含义吗 我觉得含义 就这个感叹号 然后 这个 这张脸吧 看起来就 挺搞笑的 对 我是一个 比较喜欢搞笑的人吧 拜拜 我选的是A 可以更好的发展自己 然后第二题 就是希望你 希望关注你个人主页的朋友 如何跟你 沟通互动 然后我写就是C 互相鼓励 共同一起 一同成长 然后第三个 你希望在自己的个人主页中 更多的分享什么内容 然后前面三个我都没有发 都没有填 然后我填的是D 其他的就是 近期学习的内容 以及最近的一些进步 好 那你会分享自己的帅照吗 其实我觉得这个是个多选题 可以多选题 因为在之前的你的朋友们每个人都表示过要发自己的帅照 对 那就是如果说发自己的照片的话 这里就会有一个问题 你觉得自己的自拍技术怎么样了 我觉得挺好的呀 我很有信心 那你觉得就是 嗯 在你的朋友们里面 除了你觉得自己的自拍技术不错的话 你觉得学习的自拍技术也还可以 没了 我差点写成答了 学校语文 语文考试经常就是这种题要写答 诶 这个要空两个写吗 想对就是即将关注你 个人主业的所有朋友们说 然后这里我说的是 希望在未来的道路上 我们彼此相信 互相帮助 只有同心协力才能 才不会惧怕未来的种种挑战 我不会让你们失望的 嗯 我先想 我先想 先挑颜色 你觉得就是 特性主要是年轻 我觉得暖色系吧 但是我 衣服那种 暖色系不多 但是我觉得挺喜欢这种颜色的 我突然想起了那你刚 上次我们跳多回那句话 好了 然后这个呢 这是乐器嘛 然后呢 我觉得 因为我很喜欢音乐嘛 然后呢 这边是糖果 还有这个巧克力 然后这也是鹰符啊 牛奶 要脱牛奶要长高 然后这也是一个架子鼓 因为我要学架子鼓嘛 还有中间这句话 never give up 这个就是上次我们跳多部的 就是后面那个横幅里 那个 腹里面的一句话 就是不要停止向前 拜拜 拜拜 拜拜